可以开一看一下美丽的曲线吗 还是你要站起来 不要让太多 就头目啊大腿就撩他 你觉得要靠近了 又还没到 要靠近又还没到 就那种很期待的心情 也会让你的欲望特别多 Hello 大家好 我是虚娃 欢迎收看虚娃爱健康的节目 邀请大家赶快订阅我们 两星密码频道 因为今天节目当中 带注的邀请到来自于台中 非常火辣非常火红 我怀疑他是不是直接 从金钱暴走出门来上班的 我们来欢迎的是 台中泌尿科医师 于明云医师 医师你好 Hello 大家好 我舍不得叫他换衣服 我说不要换 你就一直穿自己套录影好了 太性感了 可以可以看一下美丽的曲线吗 还是你要站起来 啊 不要让太多 假紧紧我们什么都没有破网 我们想要上帝的视角 对对对 好 今天呢 要在节目当中的 请于医师来 感恩大家一块的来分享了 我们不仅呢 讲勃起障碍 讲阳尾 讲早洩 讲壮耀之外 我们也要教大家一些 爱爱的技巧了 你知道吗 看A片不再是只有 男生的专利咯 女生也可以把它拿来当作 武功秘籍 对吗 你看过吗 我当然了 对对 其实我觉得女孩子看 看这种A片其实是很好的一个 教学的武功秘籍 其实很好的嗜好 对因为女孩子 因为很多女孩子其实他 我觉得男生跟男生之间 他们比较容易去谈论说 我床上功夫如何 我让女孩子一夜七次 不是是我一夜七次的 不是女孩子一夜七次 可能我让女孩子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会很多种话题 可是女孩子之间 其实很少讨论这样的话题 所以你看 对耶 我们两个就没有讨论过 对你看以前 就是以前阿嬷那个年代 我阿嬷真的比较老 阿嬷那个年代 因为我曾经 阿嬷升天了 应该讲没有关系 就我在阿嬷家 小时候就想说 小朋友都喜欢看故事书吗 对对对 我就从阿嬷的柜子里面 翻出了一本故事书 可是这本故事书里面 长得不太一样 真的还不一样 就是各样的知识们 我后来长大才知道 原来那是就是以前 你知道出嫁的女孩子 妈妈会给你一本武功秘籍 就是那种 里面会跟你说 你要跟男生之间 可能有什么知识 什么动作 是纯文字吗 还是有图片 就是有图片 所以我就想说 为什么阿嬷也要看漫画 长大才知道那个不是 是阿嬷的漫画 不是我们的漫画 是阿嬷拿阿嬷 传给阿嬷 阿嬷再传给妈妈妈 妈妈要一直传下去的 武功秘籍 然后我就想说 这真的不一样 所以你看其实 这种东西在 所有女孩子 在可能更古早一些 因为其实很多 就是电影里面也会写 就是女孩子出嫁的时候 妈妈一定会请 就是会给她一本秘籍嘛 或者是宫廷剧里面 会有所谓的 嬷嬷 会来教她这种 归房之事啊 对 如何得到荣誉之类的 对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女孩子看A片 就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产物 好所以呢 我们这一集节目当中呢 就要来告诉大家了 我们如何能从A片女优身上哦 取到一些呢 增进两性关系爱爱的一些技巧 这非常的重要咯 首先呢 第一个呢 就是要请大家可以学习的是 A片女生的声音 对 因为之前有提到就是 有时候我们客人在做治疗 会露出一些非常妩媚的声音 对 就呃 呃 有点痛 呃 轻一点 虽然我当下听到是蛮尴尬的 可是其实你如果换成是男生 我觉得这个男生 应该是完全抵挡不了这个声音 立马耳朵怀孕飞扑上去 衣服八光 对 因为其实男孩子就是 他只要听到摸到看到 其实对他就是一个刺激 所以你可以学习如何 因为有些女孩子可能平常就比较粗 哎 没怎么办 你总不能在床上就是 你今天要讲什么 对啊 但是要不要在那里做谁 就不能这么粗鲁嘛 所以我们总是要学习一些 一些比较诱惑的一些声音 或是一些文字 譬如说哎我想要 请从这里 对 请让我服侍你 对 弟弟今天好热好紧好大之类的 对 今天好有感 就是要有一些这种话 就是让你自己更进入那个情境 让男孩子更有爆发力 哎我觉得这个投资的CP值很高 因为你就是嘴巴说了几句话 但是他就会慕名的兴奋 然后本来的粗度变得更粗硬度变得更硬 这其实是心理值很高的事情 因为肯定我是主持人吧 你是水泥工吗 你在灌浆吗 我是因为我是主持人 我就会觉得讲话是我最easy的一件事情 就是哄骗你哄骗到你心甘情愿 我都觉得就讲了 只要讲个几个字他就觉得热情如火 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啊 对啊女生可以多学一下 而且有时候因为有些男孩子他可能喜欢口交 口交让男孩子到一个旗帜 其实非常的困难 他们的铁有很难耶 什么顺时针逆时针 然后点叠 然后跟全部含附什么之类的 他们很厉害耶 就很难 我觉得最难的是深喉咙 因为其实我们都会 知道有做过胃健的人都知道嘛 就是胃健只要进入我们的喉咙 你就很容易会一些呕吐的反应 可是你看那么 就胃健就细细的一根 你都会有那么大的反应 啊男孩子那么 对你可以这么深喉咙 我觉得那真的需要学习 而且你要就是学习不要咬到他 而且有些女孩子不会 他就觉得反正你就放进来嘛 然后我就前后 可是其实殊不知他的牙齿 就疯狂的在刮那男孩子的屁 有男生跟你抱怨过这件事情吗 我总的在网络上都说 哎如何就是女孩子要如何口交 才不会咬到男生的弟弟 哦牙齿不要碰到是 要计较之一啦 对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在舔的过程中 你可能太用力 可能就不小心会咬到 真的咬到的比例不算少耶 我没有啊 感谢我的男生朋友们 没有抱怨过这件事情 而且有的女生有戴牙套啊 哦 对啊所以就是可能 她的困难度更高 那你要怎么去想一下 因为想像真的太困难 你要想像你的舌头如何 就是你可能要画圈啊 然后你要舔它 或者是像什么舔冰淇淋 这些事情你都不用想像 看一片就可以了 真的 学习他们怎么运用舌头跟舌尖 很重要 还有手 有时候手你看到 还有用手辅助 因为有时候男孩子在 就是勃起的时候 其实你可能手在套在 他阴巾底部的时候 你可以让他那个粗度 底部 对底部 对因为我们的男生的勃起 其实靠冲血 冲血会去压迫 他外侧的一个静脉 所以其实你也是被动 事上那个静脉 就是去做压迫 所以其实他的 整个冲血的情况也会更好 所以你会看 就是他口手并用 就是这样来的啊 了解 所以套底部一点的地方 可以让他冲血的更硬 就看起来更壮观 他自己会觉得说 好棒 我看起来特别大 对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你可以学习女优的声音 学习女优的对白 当然也可以学习他们的打扮 听说你们家 余医师家的护士服 常常不见是不是 对因为我们就是 工作有制服嘛 对 然后离职 因为这是公司财产 所以离职之后 员工必须要归换 可是我们曾经运过两次 员工不想还制服 蛤 你们制服是长得很好看 是不是 对我就想说 会不会就是回去cosplay了 那这长什么样子啊 它就是一个仰装 我觉得可能大家对这种 就是我们工作上 因为可能像我们就是医师嘛 那有些人 我曾经有遇过 有人说 你可以穿医师服吗 穿医师袍 对啊 就是有那种角色扮演啊 所以我就觉得 会不会是他们就是上班 很像OL 大家就是对那种 OL的风 下班了你知道 就开始有这种 就是戏 或是把你推到桌上去 上班来吧 我必须承认 我最能够辽缝我情欲的一件事情 其实是穿西装打领带 因为我们在媒体业工作 大家几乎都是穿那个 T恤跟牛仔裤球鞋 你也是喜欢霸总系列 对我喜欢霸道总裁系列 你就看到那个硬挺的西装 然后或者是那个 一个领带一个白衬衫 对然后白衬衫 下面那个微微浮起的肌肉线条 或者是那种要稍微折起来那种 露出一点点手臂的那种 我觉得 你怎么那么撩我 我完全无法抗拒 对但是有一些可能在 那个竹科工程师看多的人 然后就说 啊我那个看很多了 我每天都穿这一样 金融业的每天都穿衬衫 不一定啊搞不好解开两颗扣子 也是很性感啊 然后他这边是一排那个腹肌 冰块盒 又流口水了 好所以呢 可以呢看这个APM学习打扮 比如说上cosplay 就是一个还蛮好的方式 那智服要记得追讨回来 对啊智服真的要换我啦 拜托我 好另外呢还有说呢 可以学习啊 APM当中呢有一些女生 胸部比较丰满 学习她们解开bra的动作 医生说这不用选是不是 这不用选 因为他来不及解开 就被男生给扒光啦 欸我们人 我发现男生他都还蛮容易会那个 绕到背后一手解开的动作 这需要练习啊 真的吗 那我说我遇到情场老手 对遇到是情场老手 我想一经就说 欸什么事还在前面 然后手已经绕到后面一松 就松开了 你这个是高手 而且那个内衣是三个扣的喔 怎么那么厉害 我不知道 就有练习 下次请她来上节目 就来教一下 我们不只有那个加腾音的金手指 然后还有那个解开内衣的那个三支手 还有听说那个内衣有人说 穿那个bra是在前面 扣子在前面的 欸那个很容易暴露欸 对那个瞬间弹开的时候 男生会有哇 就是 视觉上的惊喜感 对 弹出来 真的是雪球弹出来的感觉 所以回去要夹勾一下 可是我觉得真的是 视觉上很冲击 因为的确就是 那种弹开 我觉得是爆开 就是像我们看男生那种 就是那种扣子 那西装扣子 解开那一瞬间 肌肉膨胀 就是那个扣子 一弹开的瞬间 我觉得大概是雷斯的feel 好啊 好啊 另外呢好爱来告诉大家的是呢 你也可以学习啊 AV女優的几个前戏 比如说呢 也不一定要一开始的时候 立马就瞬间脱光光 穿着衣服彼此爱抚也是一种方式 让你要得又得不到 摸了又摸不到 对啊其实点火这件事情我觉得 不管是男生女生 其实都很适用 因为可能像女生可能你摸她的头发啊 摸她的耳垂 因为有些女生是耳朵很敏感 所以你可能摸她的耳朵 她可能就有感觉 或是你轻轻的亲她的脖子啊肩膀 她可能会有感觉 那些女孩子可能很敏感 你可能摸她的腰啊 或是稍微就是 只是抬一下她的屁股 有时候可能跨座 你可能面对面跨座 你可能男孩子 你知道稍微 我可以爆料一下吗 哈哈哈哈 你的腰是几腰 她的腰应该有26吧 我跟你讲 原名医师呢 腰不仅非常的细致 26腰 而且她体重很轻 所以她每次来录影的时候 做节目 都是摄影师 在那边抬前抬后 抬前抬后 抬摄影师 你要不要入镜表演一下 我们摄影师超厉害 可以直接把我平行 都直接新娘抱这样子 对对对 体重要维持 好有压力 很怕哪天摄影师大哥就说 哦 你抬不动了 哈哈哈哈 好 那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呢 有一些是肚脐以下的 到那个齿骨上方 男生这边或女生这里也可以 在这里画圈按摩都很有感觉 对其实像因为这是我们 比较敏感的神经 比如像大腿的内侧 对有时候 对你看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的电影 男生的手 就会去偷摸女孩子 我觉得通常都女孩子摸男孩子的大腿 就偷摸她大腿去撩她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像我们可能 就是在齿骨毛髮的边缘的地方 其实那也是我们神经 比较敏感的部位 所以你可能就是可以稍微就是抚摸过 轻滑过 我觉得那也是就是很挑逗人心的一个动作 而且就是那种 你觉得要靠近了又还没到 又靠近又还没到 我觉得那种很期待的心情 也会让你的欲望特别多 好就像扶摸大腿内侧 对就是你知道就是一下子 尤其是像那种琴瑟按摩 我之前看过那种琴瑟按摩 她就是在你这附近 上一次居然点头了 就是你在大腿内侧 就觉得好靠近好靠近 她又离开 然后又扶摸好靠近 是不是下一步要 我觉得那种很期待的感觉 真的我觉得 若即若离 会撩拨男生的浴火 男生女生 我觉得都会想要 对 而且像男孩子可能 在他的稿丸那边 也是比较敏感的地方 你可能你稍微撩过 我觉得他那个肌肉一收缩 我觉得他也有比较容易有感觉 好 另外呢 节目最后呢也跟大家补充一下 事实上呢 在台湾呢 很多的男生学会的一些A片字眼 其实都是从日本A片来的 在中文当中 其实是没有这样子的字的 比如说像是我们之前 节目讲的中出啦 颜色就射精在脸上 或者是口爆啊 潮吹 潮吹这个真的是台湾男生的最爱 对 可是潮吹太困难了 因为它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我们 可能我们前庭的 前庭线的一个液体的分泌 可是我觉得这种比较少 然后另外一种可能是 这真的是女孩子太兴奋 听说是尿失禁 嗯 然后我在网路上看到的就是偏方 这真的是偏方 什么偏方 你说 至少潮吹的偏方吗 对啊 赶快告诉我们 我最后才讲这件事 他说可以在就是 爱爱前女孩子可以多喝水 然后到很兴奋的时候 可能压破人的膀胱 他就比较容易就是喷出 然后看起来就是 是比较干净透明的液体 又没有味道 所以他说在就是爱爱前大量喝水 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爱前你先大量的喝水 如果那天有吃味 他们B群的话 喝多一点免得出来是黄色的 没有他们觉得就是透明的 要透明的 就先把那个排干净之后 然后到那一泡的时候 是透明干净的 就是真的要多喝水这样 这是江湖片坊 大家回去可以试试看 江湖片坊 然后潮吹啦 吃汗吃女啦 奶油泡 或者是甜包包 这些其实都是 在A片当中的一些字眼 但我个人觉得A片当中呢 我最值得选 因为我也最学不会 就是楚楚可怜很无辜的样子 就眼睛装很大 然后很楚楚可怜的 对 然后好像就是 惊艳 你要对着镜头 就是楚楚可怜的样子 然后 我不会 我不知道 可以教我吗 对 我觉得这一招最厉害的是 山上优雅 对 对 然后要从那个上帝的视角 让男生站在上面 然后穷上往下看 然后你就头往上 然后是楚楚 就是楚楚可怜的脸 就是楚楚可怜的脸 但是呢 又一眼直接看到你的视野线 深沟 海底深沟 我们只能到这里 哈哈哈 我们只能做到楚楚可怜 所以这样可以交往吗 对 好 所以呢 其实看一片这件事情呢 不只是男生的专利 女生也可以一起参与 而且也可以变成 女生的武功秘籍 嗯 好 最后你要补充了吗 没有 哈哈哈 多看 多学 多练习 多练习 对不对 好谢谢 拜拜 你阿嬷的那本武功秘籍还在吗 不在 哈哈哈 我想说可以来节目当中 分享一下 谢谢拜拜 Chu me 是我爱健康 两性密码开会员咯 是我和美女医师群不受限 给你医学籍的两性知识 赶紧加入女神之乐部会员 让女神医师来解答您被疑惑 用实质行动来支持两性密码 除了享有频道专属的徽章跟贴图 每个月还有读上美女医师桌布下载 以及会员专属的影片 还有有机会可以获得女神的神秘小礼物 还等什么呢 现在就加入施瓦爱健康女神俱乐部 和女神们一起探索两性密码 欢迎订阅两性密码频道 同时太阳星全校科贝尔益生菌 在中天快点购热卖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